近日,吴轩宜主演的新剧《我要逆风去开播》,她第一时间写了篇小作文宣传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她这篇小作文里写错了两个字。 很快,吴轩宜写错字的事情就登上热搜。 吴轩宜是乐华娱乐旗下的女歌手、舞者和演员,曾经是韩国女团宇宙少女和中国女团火箭少女101的成员。 她以其甜美的外貌、灵动的舞姿和独特的声线而受到广泛关注。 近日,她参演了由龚俊、钟楚希主演的都市爱情剧《我要逆风去》,在剧中饰演一位名叫奇葩的严控公主。 为了感谢剧组的辛苦付出,她亲自写了一封信送给导演和演员们。 然而,这封信却因为其中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错别字而引发了轩然大波。 在信中,她写道,感谢你们在这段时间里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,让我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角色。 虽然我们之间有着语言和文化上的壁垒,但是我们都用心去沟通和配合,让我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。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谊能够长久地生恨。 这两个错别字让网友们纷纷惊呼,这是什么水平的文盲啊? 它是不是故意搞笑的? 这是在暗示剧情吗? 粉丝找不,说是写成了连笔字,网友们并不买账,评论区一片吐槽,不少人称吴轩仪没文化,是绝望的文盲。 随后,吴轩仪再次发文,为写错字道歉,并自罚抄写一百遍根字。 实际上,这不是吴轩仪第一次出洋相被炒了,之前她为某节目录制视频,将祈福的旗面成了折,受到了一阵嘲笑。 虽然后来粉丝解释说是祈福,但官方发文就是祈福,这波打脸有点尴尬。 除此之外,吴轩仪还在小学数学上闹了笑话,在一次节目中,当被问8乘以7等于多少,她说是42,被工作人员提醒不对后,吴轩仪傻笑着让节目组减调,经过一番思考,她才反应过来,正确答案是56。 除了吴轩仪,娱乐圈绝望的文盲还有很多。 一,念错字,写错字,吴轩仪的队友杨超越,在七十级降收官当天,她晒出一幅画,将出空的出字,少写了一个点。 而在此之前,她曾把符字多写了一个点,当时正在做节目,一旁的曾宝仪努力给杨超越找台阶,直言这可能是杨超越这辈子唯一一次写错字。 这边杨超越写错了符字,那边刘雨昕不会写注字,有种卧龙凤厨的感觉。 在教师节当天,她给老师送祝福,因把注字多写了一个点,被网友们吐槽。 之后刘雨昕认识到错误,写了一页的注字,深刻反省。 前段时间,周也和侯明浩主演的《护心》播出,两位主演连迈直播,畏剧做宣传。 周也连续四次把忏悔的忏,读成了道歉的歉,侯明浩听到都傻眼了。 一直被说和周也长相相似的张静怡,也有念错字的情况。 她在广告中把捕捉的捕,读成了铺,有点认字认半边的意思。 无读有偶,葛天参加节目,也是认字认半边,把润土的润,读成了龟。 这是小学语文课上的内容,她读错后,旁边嘉宾都震惊了。 张寒韵曾把冲井的冲,读成了状,也是很尴尬了,幸好主持人纠正过来。 认字认一半,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,杨幂曾把哭唧唧,读成了哭清清,深深学子,读成欣欣学子。 刘诗诗也是一言难尽,曾把沮丧的举,念成了且,如此简单的字也能念错,网友们表示难以理解。 今年暑假,《我的人间烟火》播出,洋洋遭到了群嘲,她的更多物料被扒,曾把嫁欲的欲,读成权力的权。 赵丽颖把温文尔雅的耳字,写成了,不焦不燥的燥,写成了燥。 一条简短的动态,出现两个错别字,有点让人意外。 王一博在某节目上,写下到此一游,其中的游字被写错,被网友称作酒漏鱼,意为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。 二,不会小学数学,缺乏常识,居静一有一次录制节目,被问超过90度的三角形名称。 她支支吾吾半天,甚至说出,等角三角形,一旁的小孩子都知道,正确答案是顿角三角形,居静一数学水平真是有限。 比居静一更尴尬的,当属谢可寅,她在某综艺上问张新成是哪里人,对方回答是湖北人,谢可寅脱口而出,湖北是北方,一点常识都没有。 张新成否认后,谢可寅翻个白眼,继续说道,那湖南是北方了? 她的逻辑太感人,似乎湖北和湖南,必须有个是北方。 经过张新成的解释,秦领怀和以南是南方,此事才作罢。 但凡看过一眼地图,应该都知道湖北湖南是北方吧。 三,脑袋空空,没有内涵,这类人的代表是刘浩存,他在采访中支支吾吾,东张西望,答非所问。 隔着屏幕,都能感受到尴尬。 杨洋也是如此,她的采访都没什么内涵,词穷到神色紧张,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发布会现场,找不到此语来形容角色,王楚然直接吐槽,大脑空空啊。 王一博在无名宣传会上,被问她心中的叶先生是怎样的人,她说,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粉丝又问,如果可以穿越,她会对叶先生说什么话,她却表示没什么意义,不愿多谈。 这番言论令人大跌眼镜,王一博对角色的理解,着实匮乏。 绝望的文盲因此出圈,连官媒都看不下去,犀利点评文盲的明星,对角色,作品毫无理解的演员,能演好戏吗? 四,绝望的文盲该醒醒了,明星需要多读书,众所周知,谋爽出世后,208成为了明星的代称,他们的一部戏或者一个代言,可能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了。 明星拿着天价片酬,结果他们连最基础的文学常识都不具备,真是难以服众。 明星需要多读书,才能更好理解角色。 因为从个人的角度来讲,如果他们只知道,沉迷在粉丝的吹捧里,不懂学习和提升,闹了笑话被群嘲,着实很尴尬。 比如杨阳,我的人间烟火被群嘲,一方面是剧情不行,另一方面也跟杨阳的理解能力有关,她没有用心钻研角色,被吐槽并不冤。 另外,正如官媒的评语那样,明星没有文化,对角色不理解,根本演不好戏,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,也是对角色和观众的不尊重。 而且,一个人的成功包含多种因素,需要内外兼修,假如流量明星只注重外表,忽略了内在文化底蕴的提升,那么注定走不长久,遭到流量的反噬是必然,因为硬实力和软实力,缺一不可。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,明星作为公众人物,是很多人的偶像,更应该以身作则。 尤其是一些流量明星,是无数青少年的榜样,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青少年有着重要影响,明星只有多读书,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。 总之,希望娱乐圈绝望的文盲到此为止吧,大家都能努力学习,积极向上,别再闹笑话了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订阅,转发,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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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